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徒步的装备 最基本的装备 我觉得就是有一双比较舒服的合适的鞋子 所以一双好的徒步鞋 它的鞋底是比较厚的 是保护你的脚板的 是Waterproof就是防水的 这双鞋它还要比较透气 透气 breathable 高棒是这样的 高棒是它能够保护你的脚板 不容易受伤 然后户外用品的箱垫 刚才那双鞋在Max到了Black Friday的时候 它就会有特价 一般是70%的off 如果你用你的邮箱去登记的话 还得到额外的10%off的话 税后差不多150块钱的鞋 你大概只需要花35块钱税后 那样子吧 现在夏天防晒了 我一般都建议大家穿长衣长裤 在森林里头 长衣长裤 还是对你比较有保护作用吧 帽子 背包 如果去爬山的 有坡比较高的坡 我是建议大家 最好有一双登山杖 或者随便拿个木棍也行 能够节省你 差不多20%的力气吧 有一个棍子 可以帮你探路 维持身体的平衡 还少开进入的素质 蛛蛛网 那个背包 一般它的重量部 不会仅仅在你的肩部 它还把你的重量 分担在身体的各个部分 所以不会让你肩膀觉得很痠疼 所以有个稍微好的背包 还是蛮重要的 夏天一般大家一天带 差不多两身水吧 袜子就是一般的 可以吸汗的袜子 那些羊毛袜子 在Costco能买到的 比较好的袜子 不建议大家穿那个纯棉的 纯棉干爽的时候 你觉得很舒服 但一出了汗以后就很沉 大家穿这种比较素干的衣服 背包里头还要背一些 你平时用的药品 以防万一 一般那个窗壳贴 比如那里刮出血啊什么的 放一点点 还有那个防蚊子的喷雾的 涂布的过程要注意什么 一般我们做活动都是 以前就带大家一起做上拉伸动作 放松你全身的肌肉 从头到脚 又要做拉伸 这几个动作都是我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徒步休息的时候也做上拉伸 可以帮助你比较很快的恢复你那个体能 徒步结束以后最做上拉伸 也是让你能够很好的恢复疲劳吧 下面呢我就开始向大家介绍一下经典的徒步公园吧 这几个公园呢 它你走的可长可短 一来它风景很漂亮 要比较有特色 你可以选择三公里 5公里或者4公里 18公里 这是按照个人的体能 去来选择吧 Gillwood Park and Garden 这个有多伦多小圆明园继承的 它在多伦多的Scarbo 咸牙公园的东边 地址在201Gillwood Parkway 这是公园的地图 它有三个比较大的停车场 带父母去你在公园里面转一下 也在差不多 从这里看看武警也可以 如果大家体力比较好的 我是建议在这个最南端这个公园 它有一条路口 你可以从小路走下去 一起可以走到水边的 你可以延伸往西走 一起可以走到那个咸牙公园 它一路上有很多比较经典的景点 现在进入这个Gillwood Park 它是Scarbo 地标性的公园 有大量的房古希腊 罗马的建筑雕像 仿佛一个大型的室外博物馆 有多伦多圆明园继承 后面你走到水边以后 真的是很漂亮 属于湖边的小路都是大石头切的 你可以坐在那里休息 看发呆或者看武警都可以 点到下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标记 可以回到Gillwood Park 所以体力好的可以来回走 不错 Amy如果从这个公园 要走到悬崖公园 大概有多多远的距离 来回走大概也有15公里 建立体力稍微好的朋友 下一个公园我推荐的是 这个Tommy Thompson Park 有多伦多鸟岛制成的 它的位置在多伦多的南边 每年的4月份之前吧 公园允许你进入好多这种 就是鸟类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想体验 看看里面那个鸟窝 不想鸟窝就是必须4月份之前吧 大概是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好的沙滩上 都很多鸟窝 感觉好像到了火星一样 如果全部走完 从18-20公里吧 每个人 我是建议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体能 你可以走3公里 5公里 大概这里 然后你体能好的 你一直走到这个灯塔 然后就往这边就走走 然后全部转转18-20公里 没问题的可以走 对面我这个公园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徒步学都不需要普通的运动学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路是比较好走 这个公园是看多伦多的天际线最佳的位置 要看一落 刚才你说到一点 因为它这个 这个Thompson Park 它最有名的就是看鸟 要看这个鸟窝 一定要在它这个鸟飞走了的那段时间 也就是11月到第2年的4月 4月份 对 我一般建议大家去徒步都是早上9点左右 早点去 也不要太早 也不要太晚 太早的话 那个狼啊 这些动物一般都是六七点钟 天亮的时候出现 然后到夜晚天黑就出现 无论去哪儿徒步 我都不建议去太早 而且太晚 因为你难免晚上会有那个土狼 那个狼出没嘛 加拿大首个国家城市的公园 也是北美最大的城市野生公园 所以这公园太大了 有不少人向我反映它容易迷路 刚去第一次带父母去的 那我建议先走个小圈 在里面先体验一下 Amy 你说的这个小圈 就是从这个数字二的这个地方 对 从一到二 公园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你看 夏天的时候我们去 那些野草长到人那么高 尽量穿的长衣长裤 去的公园 这个公园叫林德自然保护区 它在多伦多的东边 大概开车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它这个公园停车 如果你在正门进去 你要是付费停车的 大概是六块钱 我建议另一个免费停车场 就走到这个Horseville Horseville走到头 都有一些路边的停车位 从这里你可以直接从走到水边这条trail 一直这样走回公园前边 然后就转穿 然后体力好的 也可以把周边这条trail走一下 这个公园的特色 它是自然保护区 它是有很多角折地 湿地 水塘那样很大的湖 去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在南边就很大的莲池 所以看到现在去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莲花在开放开着的 还可以看到那些路 其实路一点都不怕 你看到你在前面 它照样在吃草 就看到你 因为他们是没有 不用防备的 知道这是自然保护区 对他们是安全的 无论哪个季节去 你经常会 很容易就碰上这些路 冬天 我建议大家 带上一把瓜子去 只要你站在树底下 就是这么小的小鸟 它就会飞到你手心来 吃你的东西 那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Hona Creek 大概在多伦多的西北边 离Orange View比较近的 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 这是公园的地图 这是个省力公园 我会推荐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在这个公园的最南边 那个社区中心 社区中心的免费停车场 这公园也是蛮大的 有732公顷 它里面的地貌非常丰富 有那个峡谷 冰川屋 还有洞穴 还有这个楼梯 我们的台险先帝 哪怕你随便看一棵树 山坡树都要敲个700年 那么老的地方 这个树 这个公园的特色 它的地貌非常丰富 你看这个冰川湖 好像不是很深 但是看那些道影是非常漂亮的 还有这个咸崖洞穴 但是公园是蛮好专门建的楼梯 让你走下来 看得蛮漂亮的 那公园叫Coffer Lake 我们也叫仙子屋 这个自然保护区 这是Coffer Lake的地图 如果也是按各个人的体力 这个公园你可以徒步可短可长 短的人就摇着这个五走一圈 两三公里 或者你在外面就走一小圈五公里 体力好的 就把周边的图部路线连起来 这边是相比十个公园一起连上去 两个公园一起走 15到20公里 没问题的 这个公园是要付费的 因为它是个自然保护区 大概成年是9块5加税吧 这个公园它的特色是沿着Coffer Lake 仙子屋有都是木战岛 看这个屋是非常漂亮的 你看那个倒影 看那个龟 看水里看得清清楚楚的 也是蛮漂亮的 然后沿着五边就很多木雕 有鸟 蛇 龟 是很栩栩于生的木雕 然后这个公园的往东走一点点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树皮屋 那是原住民住的树皮屋 也可以让你走到屋里头去体验一下 原住民当初是怎么生活的 它是个最大通铺 在里面吃就做饭什么都在里面 我最推荐两个小镇 比较值得去徒步的 是跟着家人去那儿游玩的 这个叫Cowbrook小镇 叫七人画组小镇 小镇离多伦多开车去半个小时吧 这个小镇最大的特色 它就是有个七人组的画廊 如果从画廊前面进去 你就付费的付5块钱吧 进入这个画廊的门票是大概是18块钱 这个画廊非常漂亮 真的好漂亮 这两个树雕 雕树很漂亮 然后在公园这个画廊的外面 它有很多这种雕树 一共9个吧 这些小镇的景色一连续续的可以去 冬天去的时候你看那个雪非常漂亮 要得坐在那里吃个下午茶喝个咖啡 什么的也是蛮享受的 叫Cowbrook小镇 然后我下面推荐另一个小镇 叫Brisby童话小镇 徒步你可以走到看Bruce Trail 走那个看瀑布 另外到湖边 你可以看这个童话小镇 Bruce Trail Bruce Trail就等到山顶上了 你可以一览无一看小镇的风光 还有和安大六湖的风光 是蛮漂亮的 那里有个Bimmer Fall 这个瀑布叫Bimmer Fall 我们一般会走到瀑布底下 真是蛮壮观的 这童话小镇都是一帮退休老人 他把他的房子打扮得五颜六色的 很漂亮 好像来到一个童话故事的小房一样 我再想一下 这个小镇为什么会推荐给大家 你不同的季节去 不同的时间去 比如五月份去那边有很多桃花 你可以看桃花 七月份去摘樱桃 到八月份你可以摘桃子 这是蛮有趣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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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